我們來看映竹的開示 參禪神以忠自雄 不肯藏佛力已了生死者 躺一戀此結果能不自反一 藏志力以藏佛力相差玄遠 何若專修境內以起憲生了托之為義夫 宋朝大名鼎鼎之忠將來生上退步以前生 再一來生又不知作何行壯夫 就剛才我們講過了這段白話 這參禪神以禪宗做為自己的 以忠自雄就是他只厭念修禪宗 像靠智力解脫 他不肯靠佛力來了生死 他如果不能夠一戀回頭 不能夠自己反思 靠智力跟靠佛力相差太遠了 他為什麼不專修境內 憲生了生偷死呢 那宋朝大名鼎鼎的忠將 來生還退步比前生更差 那再一來生又不曉得做什麼樣子呢 再來印竹說 光數夜深重 申府六夜 禍稅併墓 一百八十日 未也已開幕 此十席萬 作業常哭 在老人皆料起不能得見天日 而成樹善根好人見天日 實為萬幸 入屬讀書 又受成諸匹佛之讀 信武成諸之學問 否則早已生生陷入阿比第一 這一段就講印竹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謙卑的說他業障深重 他才剛出生六個月 他就眼睛生病了 總共有一百八十天 他眼睛都不能張開 一百八十天也差不多是六個月半年 不能夠張開眼睛 吃了吃飯以外 休息以外 只能作業常哭 父母認為他這個小孩可能被瞎掉了 永不能見天日了 還好 印竹說我過去生還有一點善根 最後眼睛的病就好了 還可以見到天日了 實際上是萬幸 後來就進入叔叔讀書 又受到宋朝理學家成諸匹佛的影響 這個遺讀 宋朝理學他們理學家都是批判佛法 那麼印竹也受到這個影響 幸好他沒有承諸的這個學問 否則的話他早就已經掉入這個RBDE了 再來 尤世疾病殘眠空構數年 因師佛法東來 經己多聖君賢相以父子流通 成諸之收不只為訓 因出家為生專修盡烈 先師以參就提命 則曰弟子無此善根 願專念否 以其代曳往生兒 六十年來 悠悠虛度 今已八十 尚未心腐相印 若後專葬致立 則起自悟何堪設想 難以六十年之月曆 及祥察至他之善根 葬佛立者尚不亦即正三昧 葬致立者誰是超過無祖界 草堂親真如者以上之人 這一段就是印竹以他自己專修盡烈 來跟前面講的無祖界禪師跟草堂親禪師 還有真如者禪師的禪令功夫來做一個比較 因此說我因為這個疾病的殘緬 我空過了好幾年 我想說佛法東來 朝代裡面各朝各代都有聖君賢相 來附屬佛法流通 所以成諸的這個邪說 他不足為信 因此我出家為生 我專修盡烈 我的師父告訴我說叫我修禪 參就提命 因此回他的師父說 弟子無處善根 我沒有這個善根 我願意專修練佛 我希望能夠大業往生 所以我那天星期三兩天前 我講那個感應篇會篇跟暗示前書 台中有一位副居士 是我網路上聽經的連流 我們台灣叫做混屍 就是很忠實的聽眾 打電話到電視台來 跟我家師傑請託好幾次了 前天就是13號 我剛好下午有空 我就回他電話 他的姑丈跟姑姑 住在新北市的慈濟醫院 姑丈也是癌症 姑姑也是癌症 我當時接到這個信息說 怎麼這麼淒慘 夫妻兩個都同個醫院 兩個都是癌症 那我就下午五點都去 開始到八點才結束 一個人平靜一個半小時 先到慈濟醫院的八樓 為老先生就是護居士的故障 成老居士 91歲 我們以前一位老法師叫祖雲法師 寫南海普陀山傳奇異文錄 祖雲老法師 要收他當弟子 他都錯過那個機會 他喜歡金鋼琴彈鐘的 到91歲 我去跟他講淨土 他合掌 他說我這麼老了 再聽到這麼殊勝的淨土話 夠了夠了足得了 他說我決定練我學生極度世界 他也曾經參加過華藏衛士 在台大體育館的37電法會 他是大腸癌 我跟他開市完以後 他送我到電梯門口 老人家 我說你不要送他還是要送 後來我到15樓去跟他妻子 開始77歲 這個腹肌師我一講完 我就知道他平常沒練佛 善人 我說你沒有練佛對不對 他說老師對 我說你為什麼不練佛嗎 聽說你媽媽101歲都練佛吃素 你媽媽現在還在 對啊我媽媽現在還在 她還是吃素練佛在台中 我說你為什麼不學你媽媽呢 他還在一個導尿管 裡面他還在排血尿 後來我跟他一直開市 就感覺障礙很多 我說你要練佛不行了 你要練佛來不及了 真的是兩位夫妻啊 同病不相靈 人家說同病相靈 同病不相靈 一個在15樓 一個在8樓 無量書裡面講 毒生毒死 毒氣毒來 苦肉自當 無有待成 誰都不能保護誰啊 他其實是會癌 所以開示這兩位老菩薩完了以後 我得到一個結論 你懂得千金萬倫都沒有用 面臨無常大鬼啊 生死相逼的時候 所有這些人阿彌阿彌陀佛 還有你的信念懇切 生死心切 你也沒有發菩提心 以向專念求生極度世界 所以我就在這個 開示完以後 自己有反省一下 雖然我也常常學習講這麼多經典 但是我覺得歲月不饒人 我要趕快把握時光 所以我的書櫃裡面有一本書 叫《往生走卷》 非常珍貴 我打電話去 這家印刷廠已經關掉了 沒有書了 這本書《往生走卷》這麼厚 是印光大師全集裡面的精華 他全部把它整理出來 是我們台南的一位居士發大心 我覺得他整理得非常的好 他沒有加自己的任何一句話 都是印竹的開示 但是他是從印光大師文操裡面 把它有條不紋的整理出來 的重點開示 比如說印光大師說 什麼叫做阿彌陀佛 他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是無量 佛就是絕 阿彌陀佛就是無量賊 所以什麼叫無量賊 他就是無量光跟無量壽 什麼叫無量光 無量壽 無量光就是橫片十方 無量壽 肅窮三計 什麼叫橫片十方 這是騙一切處 這法身 無量光就是法身 騙一切處 橫片十方 那什麼叫肅窮三計 三計一如 沒有過去現在未來 那叫無量壽 我們現在是一起一起的壽命 我們現在是有過去現在未來 那無量壽是三計一如 叫打破空間 打破時間 那就是聖身禪定 所以我們練接近南無阿彌陀佛 就是練無量光 無量壽 就是練法身否 練一真法界 就是超越時間的 超越空間的 以法界做離體 銀光大師文昌講阿彌陀佛 千金萬物也是解釋這樣奧運 那聖身跟你講一句話就解決了 哈 阿彌陀佛就是練自信 就練我們自信的阿彌陀佛 所以這個地方 映光大師就開始了 我們剛才已經練完了 映光大師說 我沒有這個善根去參救 我要專心念佛 我要代替往生 映竹說 六十年來我還吸度光陰 我現在已經八十 因為他是八十就走了 他說我現在已經八十了 我還沒有心佛相應 他很客氣 他說我還沒有心佛相應 結果他還沒有開悟阿 我如果專靠智力 那我會耽誤我的前程阿 那就不堪設想阿 以我六十年的修持的功夫阿 我努力的去想察智力跟他力的善根阿 我必須要靠佛力 你縱使智力再靠他力 都還不見得容易爭到三昧 他的意思說 你靠智力跟靠他力 靠佛力還不見得爭三昧 那何況你靠智力呢 你靠智力 誰能夠超過五祖祭禪師 誰能夠超過草堂青禪師 真如祖禪師 他們的智力算是夠高了吧 但是五祖祭變成蘇東破案 草堂青就變真魯公了 真如祖禪師 就變成大富貴人家了 就是映祖他自己勉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